共糖本来是福建花生糖的统称 在金门已经是远近迟名的伴手礼 因为金门的干旱土质 种出的花生颗粒小而圆 味香浓郁 所以制成共糖更胜其他地方 我们是民国79年在商外创立第一家店 我们也是顺着那个时代背景下面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路在做金门的伴手礼共糖 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个传承 新火相传 我们取名叫做圣族 里面的含义就是我们所谓的圣上贡品 那主就是主一新传 一代传结一代 我们圣族比较知名的商品 就是我们的猪脚共糖 当然它是一款素食的共糖 那它是因为在制作的时候 外形是一条一条的 很像猪的脚 所以我们取名叫猪脚共糖 外Q内酥 它在麦芽糖熬煮的过程中 它会让它的外皮产生一个Q度 内馅是属于我们金门比较传统的 盐酥共糖这一类的商品 吃起来比较富有层次感 第二款我们的原味共糖 因为它是最古早的味道 它就是简单的共糖拌花生粉 所以客人介绍度相对来讲它也比较高 再来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海兰酥 海苔肉松配上外皮是酥皮的共糖 也是蛮受客人喜欢的 现代人比较不喜欢吃甜食 所以我们在近五年来 我们有去做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品牌 叫乔牧场 这个品牌主要做的就是肉制品 有牛肉干猪肉干 顾名思义我们还要做一些蛋类的制品 蛋卷 然后像牛奶糕这一类的商品 其实接受度跟知名度 其实在金门相对来讲也是很高 那我们也一直希望说 我们能够透过推陈初心 让消费者能够再来回购 或者是感受到 圣族又有不一样的改变 融入金门传统文化元素 独创了不少新颖的口味 产品种类丰富 提供给游客更多的选择